前几次的电影评论 感觉大家似乎都蛮喜欢看的 但最近又没有其他西哥我觉得值得一说的鬼片 于是乎 我特别的一部朋友推荐我一定要看个恐怖片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心得 同样先打个预防针 电影就会是啊 100个人看 会有101种看法 西哥只是分享了我个人的见解 如果大家有其他想法的话 欢迎在留言区提出来讨论哦 大家好 我是西哥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和恐怖情人的迷魂经历 诗意 一路往常 先来简单介绍一下电影大纲 这部片的男主角 由吴康仁饰演的男主角陈浩 而他的未婚妻永杰 则谢欣饮饰演 在电影里 陈浩是电视台的制作人 手上的一档另一节目大获好评 而一位婚妻永结的婚礼也即将到来 可以说是爱情事业两得意 但是自从他在路边意外 捡到神秘的红包袋之后 生活中可以出现一些诡异的现象 就连在梦境里 都会不断来到一间气氛怪异的古宅 画灵异节目中 所认识林梅 多过玄学来给予他一些指点后 陈浩便活动自己好友开箱 开始追查这一连串事件的前因后果 进而发现一起过去的神秘意外 而在电影里的第二条故事线里 吸引女高中生茵茵的严正兰 从小就或多或少 能够看见另外一个世界的好兄弟们 而且随着能力成长 他的感应力也越发强烈 直到16岁三日那天 他第一只清久地看见亡魂 也被亡魂们知晓了他的存在 开始追逐了他 尽求他帮忙办事情 但他并不能理解这些东西 只能一面地逃避 可越是逃避 亡魂们就越是变本加厉 最终他只能顺应天命 跟着对方的指引 顺着线索寻找他们出现的理由 上下两段描述看似毫无瓜葛 实则却有着无法分割的理由 导演透过镜头语言 美术设计 以及细微的线索 暗示着实情的真相 但就像一把精致的锁那样 没有拿到关键的钥匙 就无法解开这一期的谜团 观众只能追随着演员的脚步 一步步挖掘到背后那黑暗的真相 另外像在于之前聊的台湾鬼片 实业的一众演员 希哥我会给予高度赞赏 尤其是吴康人 不愧是辣男人 演这种角色就是完全投入 他真的是一位很厉害的演员 让整部电影更加优秀 当然啦 问题还是有的 但这部分希哥放到等等的爆了影片里 在继续往下看之前 我还是很推荐大家先按下暂停去观赏 看完之后再回来 那如果是不敢看或是已经看过的观众们 就等待倒数计时结束吧 而开始爆雷之前 首先得来聊一下 整部片还到的重点 冥婚 这是一种替死人举办的婚礼 分成双方结为往生者 或者活人与死人的仪式婚姻 依照各地的习俗 仪式的形式会有很大的不同 而以台湾来说 通常冥婚会是活人与死人的形式 但不会有人特意上门提亲 而是以捡红包的方式来挑选对象 所以的捡红包 就是会在红包袋里放入钱 以及往生者的指甲或头发 然后随意丢在路上 入人捡起 就代表对方愿意迎居鬼夫鬼妻 说完这个大前提 我们再回来看看陈浩知名的剧情线 上辈子的陈浩在捡到红包袋之后 就被人强行带回并幻想了一身新浪服 在他迷茫之际 医生良辰及时已到 迎来的就是女方的遗体进入 不同于常见的神鼠牌或纸扎人 电影当中直接搬出了女子尸体 醒来派堂 拿她的脑袋因鞠躬而挂在一旁时 那诡异恐怖的画面 确实又吓到我 到了隔天早上 她意外捡到了一个神秘的红包 这就好像开启了命运的齿轮 诡异的事情接种而来 首先是发现了胸口上的伤口 再来早上出门的时候 永杰没有来的脖子一疼 疑似是落枕 永杰实不实会出现一些 令人无法理解的举动 就好像暗藏什么心事一样 无论是当她询问丈夫饭菜是否好吃 或者是询问对方在外是否小三时 总能从能当笑人里 看到背后潜藏的秘密 直到陈浩收到两人的结婚影片时 仍然发现影片中的女子 根本不是此刻的妻子 她终于意识到问题所在 并进了前去寻找真相 接着跳到盈盈这里 在她的第一个场景里 很明确地点出她拥有营养眼的部分 后面的日子里 也会时不时用看到亡魂的方式 暗示那些亡魂有事情要寻求她的帮助 在这当中 一名全身滴入着黑水的女鬼 最常出现 盈盈被女鬼干扰得苦不堪言 因为她从没跟别人分享过自己的困扰 自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类事情 不过仅有母亲的解释 她得知了自己的能力 来自于家庭里的隔代遗传 开始尝试压下恐惧 是了解女鬼如此频繁出现的原因 而到了故事结尾处 我们才终于发现到 原来这阵子 和陈浩相处的妻子 其实是前世的鬼新娘 捡到红帽的那一刻 她便陷入了鬼之眼的状态 而原本的妻子 则是在鬼新娘的操控下 被陈浩亲手掐死 至于盈盈频繁看到的女鬼 其实真身就是陈浩的原本的妻子 在她死前的那一刻 看到了站在一旁观望的鬼新娘后 并一直试着寻求帮助 盈盈就是那个唯一可以帮助她的人 而她也不负众望 鼓起勇气找到了尸体 并活龙陈浩的朋友 一起埋葬鬼新娘的遗体后 将陈浩给带了回来 简单地暴力完之后 再来分别说说有缺点吧 首先是优点 这部片十分细心 花了三分之二的时间进行步陈 为了就是在最后的转折点 给予观众一个震撼的情绪炸裂 当看到后面的真相时 才会意识到前面诸多不寻常的碎片 一下子就能接上 像是当妻子询问 饭菜是否好吃时 陈浩停顿了一下才说 你煮的我能说不好吃吗 实际上饭菜早已臭酸 而陈浩虽然发现味道不对 但依旧选择欺骗对方 或者像是他胸口上的伤痕 以及妻子脖子上的疼痛 都暗示着陈浩在掐死原本的妻子时 对方因挣扎而留下了伤痕 如果再看仔细一点 电影最一开始 陈浩被吓醒内幕 妻子身穿身色随衣 头上戴着眼罩 说话声音也略显低沉 但到了下一次睡觉的镜头 变成白色睡衣 没打眼罩 而且声音较为轻柔 这都代表那一个时刻里 陈浩早已经被女鬼缠身 再来 本篇的美术十分优秀 场景 化妆 灯光气氛等 都有成功替电影加分 而各个演员的表现 更是突出 这里还是得再次称赞 武康人 当之无愧的影帝 尤其是眼神经病的时候 特别穿身 至于缺点的部分 这我其实犹豫了一下 毕竟和朋友讨论的时候 对方对于我 考虑的缺点 有反面的看法 所以就仅仅见之咯 首先就是电影 对两道故事性的叙事 太过破碎 如果没有看到最后 完全不会知道 茵茵跟陈浩两个人 到底有什么关系 也不会知道 为什么不打卡的故事 得在电影中摆在一起 另外 或许是为了宏图气氛 对于各个角色之间的心理细节 出现了很大的矛盾 比如说陈浩 当分明接到最后要去的骨宅 肯定也出问题 但是依然不加思索地 前去送死 另外在发现结婚照片的问题时 第一反应居然是隐瞒 而不是跟老婆一起讨论问题所在 又或者是陈浩的朋友 当他来到陈浩家时 第一眼就看到了陌生的小女孩 后面则是凌乱不肯的房屋 以及渐渐飘来的恶丑 结果小女孩说了一句 陈浩有危险 就傻也不管 跟着对方走了 另外 片中的玄珍大师 大概是最搞笑的部分了 空有大师之名 但是对上恶鬼却毫无办法 营造出高兰的氛围 却不如一个天生带阴阳眼 杀恶不灰的茵营 据从习俗上的观点来看 虽然整个片都套着迷魂的架构 但是真要往里细看 里头很多对习俗不讲究的地方 所谓的不讲究 就像是看了维基百科后 照着说明去进行布置 却没有真正访问民宿学者 或是现场看了办事 细节里都充满了冲突感 而在最后的结尾里 迎来了一个如此高明的反转 但最后的结局却普普通通 没有做出一个完美的收尾 也是一大缺憾 收完了电影后 最后就是平分部分了 满分10分的话 西哥我会给他大概6分 但由于无可人的本色演出 我会加码到7.5分 虽然刚刚念了这么多缺点 但鬼怪没有选择动画特效 而是以特殊化妆来征用演出 加上那些与女鬼同窗共枕的画面 真的很让人不寒而栗 因此7.5分 就是我最终给出来的分数 而如果有异议 或是听完评论 想去观看电影的朋友 也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讨论哦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边 欢迎大家上方留言 给影片的内容看法 喜欢的人也可以投资 收集感谢 记住的时候是很大的鼓励哦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不要忘了帮我订阅 按赞和分享 并且可以转当 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 我是西哥 我们下次见 请啦